Toys的直播当中回应雪碧说 破 这个是Toys讲的 不是我讲的 破掉的麻布 回去好好伺候你的干爹 雪碧就非常的angry 雪碧就生气气啦 雪碧同学 我来 跟您分析科普一下 关于您要告Toys 这件事情的这个法律观念 您在发了这篇文之后 隔天就是旋即的 跑到地检署去按零申告 雪碧同学 如果 您要去地检署按零申告 你要记得带速撞啊 你没带速撞去 只按了一个零 就跑走 人家怎么知道你要告什么呢 雪碧同学 通常会去按零申告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做秀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 雪碧 关于雪碧呢 他自称是什么 秦色教主 那这个新闻是这样子的啦 就是呢 这个Toys他被超派打了之后 当然 各路的网红纷纷都来蹭这波流量 然后分析自己的见解跟看法 也有人问到雪碧这边啦 那我们来看看 雪碧 他怎么样 来分析这件事情的呢 雪碧的评论是说 嘴这么臭 会被打 也是应该的 好不好 OK 既然你可以有你的见解你的看法 那Toys当然也可以有他的见解跟看法 在直播当中回应雪碧说 破 这个是Toys讲的 不是我讲的 破掉的麻布 回去 回去好好伺候你的干爹 雪碧就非常的 ANGRY 雪碧就生气气啦 怎么样生气气呢 雪碧就强调说 他没有干爹 他是白手起家的 雪碧同学 我们没有质疑过 您白手起家这件事情 雪碧同学 我来 跟您分析科普一下 关于您要告Toys 这件事情的这个法律观念 您在发了这篇文之后呢 隔天就是 选集的 跑到地检署 去按零申告了 啊 雪碧同学 如果 您要去地检署 按零申告 你要记得弹速撞啊 你没弹速撞去 只按了一个零 就跑走 人家怎么知道 你要告什么呢 雪碧同学 通常要去按零申告的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做秀 雪碧讲的很对啦 他说什么 我复习一下 不偷不抢是不是 雪碧确实不偷不抢啊 怎么了吗 请问一下雪碧有偷有抢吗 哦 有 因为 雪碧之前 介入人家的婚姻 成为人家的小三 简单来说 他不偷不抢 你们的钱财 但是 他抢人家的老公 Poist 第一个 他说 这个 雪碧 是 破掉的麻布 这件事情了 我个人觉得 成立公然 侮辱是有机会的 在这边强调是 有 机会的 我并不是说 不会 成立 你说他是 破掉的麻布 那我们就看看 会不会贬损 他在社会上面的评价 雪碧 在社会上面评价是什么 情色教主 你没意见吧 之前上新闻 你也都没告 记者 想必你是认定你是个情色教主的 法院认证的小三 你有意见吗 我想你也没办法有意见 因为真的法院认证 所以 有没有贬损雪碧 在社会上面的评价呢 这点我们就是有 争议的 有人觉得有 有人觉得没有 他会一直在 打这个案子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呢 你必须要举证 这个部分 就成为 诉讼上面 非常重要的关键 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乃哥 吴徐乃琳 小艾斯 我是吴瓜 我是波比天罗王彩华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吴宗倩 我是Sandy 我是阿如 我是丽金 我是王靖 我是潘若迪 潘郎氏 大家好 我是于小泉 大家好 我是柔柔 这个新的一年 马上就要开始了 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 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 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 龙年 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开心 天天 小小小 心想时辰 幸福满满 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龙年行大运 身体重如龙 祝大家 龙年行大运 龙年行大运 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 顺顺利利 都给你开 都给你欢喜 都给你大 快 赛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好运龙管来 新年快乐 而且希望大家都云笑的 合肤龙肎 龙肝欢风 好运龙肎来 我的爱 龙肎 祝大家 好运龙肎来 祝大家天天开心 天天快乐 心心向龙 生意心龙 龙肺凤舞 像一条龙 你龙我龙 今年会红 心肺健康 万事如红 全家可以和乐融融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 龙心大运 生龙活虎 龙年行大运 好运龙肎 恭喜发财 你想 在三立看到我吗 今年有可能 我比喻 爱你喲 赞啦